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汤建民 欢迎收看慈祭历史一周 节目开始 现在您关心这个礼拜 世界发生过哪些重大的事情 1952年12月5日 伦敦雾霾事件 是英国史上最严重的公害事件 超过一万两千人丧命 原因包括低温反气旋 加上无风天气 以及大量燃烧煤炭产生空气污染 形成了浓重的雾霾无法消散 此事件也敦促英国政府修改多项法规 包括1956年清洁空气法 对各国环境运动的兴起也具深远影响 1941年12月7日爆发珍珠港事变 日本偷袭美军夏威夷的基地珍珠港 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 除了集成美军多艘舰艇和188架战机 还造成2402人殉职和1282人受伤 这场军事攻击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日本未宣而战的行动引发国际踏伐 也促使美国加入二次大战 1968年12月6日 大英百科全书第一版第一卷 在英国爱丁堡出版 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出名 最具权威的百科全书 由大约100名全职编辑 及超过4000名专家 为受过教育的成年读者所编写而成 是现存仍然发行的最古老英国百科全书 平均13年左右出版一个新版 一直维持大约4000万字 涵盖50万个主题 2007年12月7日 香港及邮轮河北精神号 在南韩大山港附近 遭到三星重工所属的南韩级平底船上 起重机的撞击 导致270万加仑的原油外漏 污染了南韩的西部海岸 漏油量相当于阿拉斯加港湾漏油事件的三分之一 足以杀死南韩最大沼地之一的海生生物 破坏渔业和445座水产养殖场污染国家海洋公园 1950年12月10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 这是一份旨在维护人类基本权力的文献 被翻译成200多种语言 宣布所有的人军生而自由 在尊严及权力方面处于平等地位 联合国并于1950年起 把12月10日定为世界人权日 人类为了寄取二战教训 避免战争违法人权 以此通过 1994年12月5日 此际柬埔寨政灾团第一梯次 疫情39人 在婆罗门及查交两大水患省份 进行四天发放 1994至1997年间 在柬埔寨进行人道援助 在13个省份进行发放 也援建两所学校12间教室 2011年再度水患 由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柬埔寨三国慈济人 与首都金边举行大型物资发放 加回888户 1986年12月7日 花莲慈济医院正式成立志工服务队 并且命名为慈济服务队 首批招募150余位志工 而后在全台各医疗之业体 接续成立医疗志工服务队 支援医护同仁 照抚病患及家属 成为安心后盾 2006年3月 花莲慈院首次开办标准病人训练班 在良医养成之路贡献心理 从刚刚的单元可以看到 盖医院进而招募医护 缩短城乡贫富带来的医疗查局 是慈济基金会一路走来半世纪的坚持 而这样难走的道路上 也有着许多动人的故事流转 真实之路是由数字来铺陈 我们用数字来阐述历史 大体老师奉献身躯 让医学生能够精进医术 从1996年到今天 有超过37000人签署了 慈济遗体的捐赠 慈济捐赠的也达到了730亿人 大体捐赠能够破冰 在于证言上人的呼吁 近视语说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 佛法经典则早有头目随老西诗人的说法 大体捐赠在国人保留全师 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之下 一直是很难推动 1994年的10月成立的慈济医学院 也面临跟其他医学院同样的问题 1996年9月 大体解剖教学的实习室正式启用 13位大体老师奉献自己 成就了医学 大体老师在此季 我们尊称为无语良师 他们化无用为大用 把身体奉献给医学教育 供学生来学习 也延伸至全球首创的 大体模拟手术的教学 专业训练是其一 人文精神的酝酿 更是他们踏上了行医之路 时时刻刻莫忘的初衷 我没有很确实地想过 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医生 不过至少我会不辜负师长们 或是病员们 或是大体老师的家属们 和大体老师对我的期望 林伟林目前是台中慈激医院 耳鼻喉科住院医师 这是他就读慈激大学医学系 七年级时 勾勒的一时向往 就学期间影响最深的是大体老师 这边是大舌堂 就是这边基本上是供奉 大体老师的琉璃坛 然后我来这边是因为 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 会来这边找我之前的大体老师 跟他分享一些事情 的大老师说说话 他们三年级一个大体解剖课程 七年级一个模拟手术课程 当他们七年级的时候 再度遇到他们的时候 有时候我就会 哇 这些小朋友进到医院 果然都变成大人了 很可以体解家属的心情 那很可以体解 那个老师奉献出来的心意 此季基金会为医学教育 推动遗体捐赠以二十一年 超过三万七千人 签署大体捐赠同意书 透过解剖了解身体构造 是培育医学生的重要关键 但民众保留全师 入土为安的观念 造成早年台湾各家医学院 普遍缺乏可供解剖的大体 前卫生署长也是首任 此季基医学院校长李明亮 谈及二十多年前 他从美反台 我刚回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台湾的情形 还是对解剖 尸体解剖是非常负面的 那几乎在我的文化里面 没有办法接受 那你知道这个对医学的阻碍 是多大 我怎么可以 说我要跟你开 把那个胃拿掉 胃在哪里我都不很清楚 对不对 跟怎么接都 书本上这么讲 还是不行 所以那种解剖是 医生了解 人体的第一步 因为你要做记号 你要做记号是 你要知道 你断掉这条 那在过去 我们都是来自 一般所谓的无主的遗体 那在那种情形之下 你解剖的对象 名字 你不知道任何东西 那事实上 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 心理上面都非常的复杂 都会挣扎在 自己是不是做对的事情 去切割这样一个人 这个人真正有那个意愿 让我学习吗 1995年 此季医学院成立隔年 此季第一位大体老师 林慧敏女士 因癌症往生 捐出大体公交学研究之用 得病到往生这十年 说实在 他一直在对抗病魔 那最终 他不愿意被病魔打倒 对 所以他用捐证大体奉献医学 作为对病魔的一个 最大的抗议 1996年9月 此季医学院大体解剖 教学实习室正式启用 十三位大体老师 舍身成就 价值实在有用 而且还要把有用的生命 最后的人生化为大用 让这个短暂的有限的生命 能让他在奉献给人间 去造福永恒的医学发展 我相信这实在是功德无量 他们这种成为 无语良师 然后实在我们真的 非常的感恩 也是很感动 无语良师 是此季对大体老师的尊称 你愿在我身上画错千刀 也不要在病人身上画错一刀 就是说当有一天 他们真的 能够在我身上动刀子的时候 这是我心愿意愿门得下 正因为这份无丝 刺激在大体老师的存放空间 与处理 采洋躺 与特殊干湿防腐保存方法 尊重 避免以体泡在辅马林槽中 造成皮肤表层变化 这在当时 做法创新 技术人员从清洗消毒 防腐处理 喷气隔绝空气 盖上往生被 是专业 也是信念 我都会跟医学院 那个时候的院长 我都说 你不要把它当成 是捡来的 这是每一个都是我的心肝宝贝 存放的空间 要做得很尊重 所以那一段时间 都很用心啊 教授们都到国外去 去参观别人 有的是用吊的 有的呢 真的用泡的 这不是我要的 所以呢 这自己设计 这是会了一番很大的心血 以前觉得这个工作是一个工作 那逐渐看到很多人的关怀 我就觉得这个尊重的印太 逐渐就是在我心里面蒙亮 觉得工作不只是工作 然后更学会了尊重 开创新的做法 从推动遗体尊政 到师生与家属互动 邀请家属参加所有重要典礼 解剖第一堂课 是学生访试吴宇良师家属 了解生平 最终装严一试 送老师最后一尘 甚至在火化之前 学生动手 清扫火葬场 进闻的所有人 就是能够把这边布置 跟家里一样干净 就希望说老师觉得 到每个地方都在跟着自己干净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医学专业课程以外 这个非常重要的 人文的方面的 需要的能力 2002年5月 全球首创大体模拟手术教学 也是奇迹大学特有课程 大体解剖学的这个大体老师的身体 已经做过防腐处理 那身体变得很硬 跟临床上面 病人麻醉了之后动手术 就好像我们睡着了 身体都有弹性 这个是很大的距离 是不是我们可以来开发 另外一种教学方式 我们把捐进来的大体老师呢 我们用急速冷冻的方式保存 然后呢 要使用之前呢 我们回温解冻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身体就会是软的 因为没有经过防腐处理 让同学呢 可以在捐赠的大体老师上面练习 侵入式的临床技巧 那它的好处就是 避免在病人的身上练习 初阶课程 被誉为青年级医学生 最后一刀 也是医师第一刀 进阶课程则提供 住院医师及主治医师 进行手术练习 2008年9月 此大模拟医学中心启用街牌 2009年4月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导标题 道尽此季看待生命的争议 有诗歌与泪水 向大体老师致敬 年复未免 又表示引领医学生精进技术 与培养医德 我不期望自己要成为一位有名的医生 但是就目前的想法上 我觉得还是要当一位 至少病人可以很信任你 然后可以很愿意把自己的身体 生命交给你的医生 无语良师 是持续医疗教育重要的一环 还有一群良语良师 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主角 他们是标准化病人 所谓标准化病人 就是让健康人假扮患者 透过训练的课程去了解 去体会疾病的种种表征 然后以演出疾病症状的过程 来教导我们的医学生 跟护理系的学生 让他们学习 面对各种疾病的症状的时候 如何能够精准地判别跟确诊 并提供最适切的治疗或照护 慈激医疗的标准化病人 都是由慈激的志工来承担 他们不收取演出费用 甚至是交通费也是自己打理 也因为他们全新的投入 跟真实的状况几乎完全符合 尤其他们都是医院的志工 不只是在训练上 在医院里面同样用他们的 护卫服务病患的身影 为医学生做了最好的示范 而这一份试病如青的精神 正是慈激医院的医师们 所要传承跟坚持的人本医疗 尊重生命的人文精神 痛要痛到就像真的假不了 伤口也要伤得深 有血有浓 那因为把一些伤痕啊 把一些伤口都画上去了 感觉就更切实一点 那在更切实的情况之下 好像在花卫上更能够去 了解那个病人的疼痛啊 然后更能够确实的表达出来 他们是标准化病人 即使不曾生病过 也要病得让这群未来的医师们 很头痛 想方设法找出病因 要躺很久然后才睡得着 就可以从中学习到自己的缺点 这样子 不要把曾经犯在标准化病人身上的错误 再犯到现在临床上所遇到的病人 主治医生喔 对 你要当你主治医生 我都还没毕业 我们这是演练 你好 你好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叫陈美正 这种震撼教育啊 我觉得如果我以前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或者是突然丢一句话 不知道怎么接的状况 我那个时候一定会 就是会像一般同学一样 打不出来 或者任谁过来应该都打不出来 因为没有教 我开始去想 我这一生到底为了什么 我忙 我忙 从2006年开始 花莲慈禧医院招募医疗志工 培训第一批标准化病人 他们自付车马费 不收费用 全身投入 2008年 标准化病人中心成立 至今已经走遍全台 培训中字老师 在慈禧世界里 这种的节友情 希望能成为大医王 所以他们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而来做示范这个标准病人 真的我非常的感恩 所以我们要好好做 做好以后 一个长林家语音级指示就是这一载已经完成 然后我们就要换站 所以我们来听一下铃声 好来就位 2010年的4月台湾医学教育史上的第一次 全国14所医学院同步举办 客观结构式临床测验模拟考试 简称OSCE 没有笔也没有试卷 只有眼前的标准化病人 要测试你的问诊能力和态度 有没有资格成为一位专业的医师 其实平常在病房我们也常常做习惯 所以其实第一站都会比较紧张一点 我刚刚其实还是有点语无论刺 不过考到大概第二站之后 就主要平常心就当了平常训练一部分 所以还好啦 过程还蛮顺利 我觉得好OK 雅思说的你跟平能认识吗 不认识 这么自我介绍 不同于演员 他们是用心来投入 是志工也是教材 更是医学生们的老师 正言上人 敬称他们是良语良识 像打仗一样 实战经验 那感觉他在比试训练的趋势 会完全 以后会完全的改观 把我们医师医疗的水准 透过这种标准病人的话 可以提升一种实战经验 这是蛮重要的 不是靠说你在标系 或是你的演技有多么好多么好 就是要从你内心里面 去感受到那种疼痛 表达出来 而不是你再怎么去演戏 表戏这样子 能够付出一点 我的心血跟心力 尤其是我常常对 在招募标准化病人 我常常讲说 未成无与良识之前 先成有与良识 简黄斌如他所言 再往身后捲除大体 成为无与良识 延续教育英才的使命 其实他身体真的是 不是很好 可是不管是高雄医学大学 成光大学 中山医学院 其实只要有需要 我们去那边跟他们做指导的地方 简师兄都是我们非常得力的 一个助理的讲师 医疗志工饰演疾病 也勇于面对疾病 人称金门王的慈禧志工李活明 是国中英语老师 最爱到医院做志工 常常背着乐器 骑着独轮车 把欢乐带进医院 2009年病痛来敲门 李国民发现罹患肺腺癌时 已经是第三期 我平常就在看大爱的 上年的开示的话 也是说病痛的话 要跟癌症细胞和平共处 这句话我完全听不懂 现在自己染上了 原来有道理 心病气了 你不要生气也不要埋怨 他不认为自己是很严重的病人 他觉得我来医院 我除了接受治疗之外 自己交给医师 然后我能尽其所能 去服务别人 一直到生命的最后 对待无常到来的坦然 让他再次替医生上了一堂课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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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堂课 请关手之余 这是他们用人生的经历 写出来的教科书 尤其在医院里 看尽生老病死 早安 早安 你就跟他说 你说你好好悠悠 你没烦恼 你的背景 你怎么好悠悠的医生 要加油 你们那边 把你的孙子 把你的瘦都来给你看 等会烤梨烤衫都来 因为家属在讲的时候 你就注意听 你感情讲的时候 他会跟你讲 好 好 你要加油 你也不疼烦恼 不要烦恼 加油 谢谢 加油 感情 谢谢 感情 对啊 煮得更好 对啊 加油 怎么做这个这么漂亮 你们看 那个加油 工作跟大家很熟 很熟啊 因为每天都在这里 医院职工 一直是医师们的好伙伴 也时时刻刻 用他们的同理心 为医疗人文 这一堂课协助解 健康的可贵 让我们知道说 一切都不要计较比较 因为病人 他对医护人员比较有成见 那志工介入的时候 他就会 他的情绪就很容易缓和 当初他那么辛苦 可是现在看他笑容 笑得那么灿烂 其实这是我们最大的手 不算学分也不算成绩 爱的医疗会是彼此一辈子的学习 医者仁心 仁者菩萨心 指的这是广大付出 无所求的志工群 这些历史一周 带着您跟着世界的脉动 感受跨时代的真善美 今天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打打打打